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首先关心台湾新闻 近日中研院大突破 成功研发15分钟就能筛减武汉肺炎的试剂 但是试剂上市至少还要花3到4个月的时间 对于未来具体检验流程 中研院会在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探讨如何应用 而在社群网站上也是不乏一些假讯息 而讯息中时常是使用大量的中国用语还有简体字 根据内容大多都是 某亲戚听说某政治人物或是官员透露台湾疫情失控 这样模板式的讯息 有时会盗用比较惊悚的电影图片来配合造成民众恐慌 而转贴假讯息的网友也可能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送办 接着看到下一则新闻 就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先台湾后两岸 9日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江启臣在就职典礼上致辞表示 此刻最重要的是改革再造 先重新赢得台湾社会新任 才能有意义的谈拉近两岸共识 整场致辞中并没有提及被中共视为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 前国大代表 前国军新战处军官黄红孝表示 未来国民党能不能在台湾立足 能不能再有执政机会 就看新任党主席如何扭转国民党的红统倾向以及亲中印象 而关于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 罢韩团体于昨日完成40万份的联署书送件 预计6月13日会进行投票 另外委任律师孙少福表示 高雄选委会主任委员陈雄文同时兼任高雄市副市长 在办理罢韩业务上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却不自行回避 昨日罢韩四君子针对此事联名检举 在财经新闻方面日股大跌 避险资金拥抱日元 武汉肺炎以及油价崩跌双双重击市场信心 美期指周一大跌于4% 亚洲股市也大幅下跌 日股暴跌900多点 同时美元的避险地位动摇 资金大举撤离 重新拥抱日元 日元对美元狂飙 最高见101.57日元对1美元 创下2016年8月以来的最高价位 接着看到两岸新闻 中共用宣传抗议 上海三天数415典范 中共打宣传战已经不令人意外 这次武汉肺炎 中共依旧使用各种文宣还有报道来宣传党 光是三天 上海市就上报了415个典范 其中大多数是第一线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为了宣传战 要求他们使用不戴口罩 不穿防护衣的照片 毫不顾忌这些一线人员 若是真的取下口罩和防护衣 可能会染病或是面临生命危险 继续看到美国新闻 美国报告批中共违反入市承诺 美国贸易代表3月6日发布 2019年中国旅行世贸组织 国会报告 如同往年 中共遵守WTO规范的记录很差 而且中国的非市场经济 已经对WTO会员造成巨大损失 面对中共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给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众多影响 川普政府在两年前改变过去的做法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应对美中贸易长期以来的问题 由中方承担起造成的损失 而第二阶段的谈判 也将继续解决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等重要的问题 而疫情相关部分 因应美国国内武汉肺炎病例连日攀升 川普政府调整病毒检测标准 目前正在加紧生产与分发病毒测试工具 医务总监亚当斯在周日表示 全美本周将分发400万测试盒 继续看到意大利新闻 防病毒扩散 意大利总理牵锋承令 意大利疫情已经蔓延97座城市 当局于周日发布了封城令 以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扩散 包括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北部 大部分地区被封锁 目前尚不清楚 该命令执行的严格程度 预计将影响约1600万人的生活和出行 接着关心加拿大新闻 卑诗省周末增加6例武汉肺炎病例 省政府推出 卑诗省疫情大流行应对计划 以防止疫情大流行的可能性 首席公共卫生官 谭永诗一直称加拿大的卫生系统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但是一位医疗健保组织的总裁认为 只要是行家都知道 此事并非都在控制之中 如果明天发生大流行 加拿大医疗系统可能应付不了 不过联邦政府还没有对医院的相关担忧 公开回应 接着看到澳洲新闻 学生签证被拒后仍长期滞留 澳洲移民系统被钻控子 澳洲留学生签证系统被曝存在漏洞 学生在短期签证被取消后 仍然可以通过漫长的上诉期 在澳洲合法拘留与工作长达5年 因为持学生签证的留学生 本身有工作实现 但是如果有人违反签证条例 并在签证被取消后上诉 就会转变成过桥签证 也就是一个临时签证 变成没有工作实现 就看新签证的审理时间 而平均审理的时间 则是长达一年半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掌握武汉肺炎最新真实资讯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角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专线 0800-566-688 2218-688-388-1001-195-566-888-1010-401-566-888-5443-888-9-566-448-1-1201-666-4353-888-577-677-727-669-421-633-888-695-5467-695-447-647-695-887-666-63-711-725-449-666-0-877-646-7-610-6 pim1-650-717-610-7-6401-7-677-616-7-7-7-67-6-7-717-6欢迎认ouve